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辈子走过来 我觉得我们做了很多令人骄傲的事情 我不想他因为他母亲这件事 包括网上的信息 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 那孩子他才2009 大概4月份诞生之后 现在大概也是45岁了 对马上我回英国 他就正好过14岁 那个时候妈妈在北京街头 突然之间被消失之后 他才8岁 8岁我想要远离妈妈 一个妈妈要远离孩子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告诉他的 其实就是经历什么事情 我就跟他说什么事情 我就没有任何的隐瞒 因为我觉得 8岁的孩子 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跟内容告诉他 妈妈突然不见了 你怎么告诉他的 我就说他可能被中国政府消失 被抓走了 对